包括台湾在内 许多地方都在发展自驾车送货 今天要来看的是法国的例子 货车的造型特别可爱 这辆无人自驾送货车的挡风玻璃上 闪耀着一对可爱的大眼睛 抵达目的地后 顾客只要透过扫描QR Code 就可以从车厢中取出所订购的物品 法国互联汽车业者去年4月 开始与电信商合作 在巴黎南郊的帕莱索等地区 推出为期三年的5G开放道路计划 希望结合自驾与5G传输 提升服务品质 法国电信业者则指出 5G无论是应用在自驾领域 或是传统驾驶的车辆上 由于传输速度大大提高 安全性也更有保障 法国互联汽车平台计划进一步提升自驾技术 以及扩大5G的部件范围 让自驾服务的应用更广更普及 目前中国和美国在自驾领域的发展 比欧洲略胜一筹 在北京和旧金山都已推出 5人驾驶计程车的是营运 公司新闻的惠民编译